雖然說行行出狀元 但還是有不少學生 對於未來的志向傷透了腦筋 一名關心高中萬生女的舅舅 在網路上發文提問 讀理工畢業的新鮮人 如果一出社會就去賣肝 很快就有年薪百萬以上 雖然大家都會笑文組薪水低 但在台灣某些文組的人 好像很會說話 感覺就是厲害的業務嘴 也都能發大財 高一該推薦讀文組還是李組呢 李組會賺的 一定是賺的比較多 就是會一直往上 李組的話會比較快 占到第一桶金吧 文組感覺事務值就是三四萬起跳 成長空間比較有限 根據勞道部統計 106年到110年 畢業生平均月薪 李化吉地科學門 平均薪資56374元 排名第一 工程相關51927元 居次一要學門排名第三 而文組的法律和教育學門 分別列在第四和第五 有一名社會新鮮人表示 自己國立大學外文系畢業 擁有多億金色證書 不過應徵上百家公司 卻只開出28K到32K的薪水 讓他質疑台灣職場 對文組相當不友善 整體來講 在台灣畢竟是這個外銷導向的 這個產業是比較多的 也就是科技業這個領高薪的人 比較多的情況下 甚至有這個年薪百萬的一個可能 除了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 不妨和社會中實際 需要的職務做個比照 選擇做個被需要的人才 不論文組李組 依然可以賺大錢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